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先生们,女士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能够代表律动资本参加今天的仪式见证中国影响力投资论坛CIIN的成立,我叫白波,是律动资本的董事长和创始人。 事实上,作为中国最早以一个比较大的规模系统化做影响力投资的机构,我们对今天这个时刻对于能够有机会见到这么多的同仁,有共同的兴趣去推动中国的影响力投资的发展和创造中国的影响力投资的这一论坛,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高兴。 我们是最早加入全球的影响力投资网络的中国私募基金之一GIN,事实上通过GIN的工作,也通过观察GIN在过去的十几年一步一步的推动影响力投资在全球,特别是欧美的同国的发展的过程中间。 进一步的使我们意识到,非常有必要有一个这样的我们的协会,我们这样一个组织,使大家能够共同的力量去推动。 所以在马卫华行长和马老师的共同推动下,创建了我们今天的CRN,这是一个比较里程碑的促进中国影响力发展的这么一个世界。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整个ESG影响力的这样一个蓬勃发展的这么一个背景下,在越来越多的私募基金,VC基金和投资机构,从以前的对ESG不在乎,到偶尔用一些项目来做一些ESG的这种宣传和PR,到一步步的把ESG贯穿到自己的投资的过程中间,作为一个负面清单。 在进一步的升级到影响力投资的这么一个行为中间,使得影响力投资能够贯穿到他们整个的投资的过程中间。 这样一个发展实属不一,我们看到了欧美在这个方面的发展,我们也希望通过CIN的这么一个过程,能够推动中国在这些方面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 运动资本,作为CIN的这个创始理事会成员单位,而且我们是从16年开始,大规模的推动影响力投资的过程,一路走来感慨颇深。 我还记得16年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我们叫做绿色基金,最开始的时候不断的有人问我们说,你们是个基金会是吧,然后是不赚钱的是吧, 然后我们不断的说我们会投资,但是我们不是基金会,我们是基金。 因为我们要追求的是既要有财务回报,又要有可量化的影响力,而我们关注的影响力是绿色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 在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是认真的第一个将影响力投资写在了我们的DNA里边, 从物资开始和LP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到投资的细分赛料的选择,到投资的进料的过程,到投委会的过程, 再到投资以后去追踪,去批评第三方,去评估我们的这种绿色影响力,实现这样的一个既要有要。 我们也很高兴到今天的话,我们的一期基金能够实现年化20%的回报率, 而且同时能够带来量化的影响力,使得我们的LP知道,它给我们的每亿元的投资,能够量化到17万多的炭键牌一年。 而且20年的话,还帮助中国的环境治理成本降低了3400万元。 我们也相信这样的一个做法,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企业,越来越多的基金,在采取类似的这样一个做法,将影响力投资写在DNA里边。 而事实上,我觉得中国提供了一个比欧洲比美国还更好的一个肥沃的土壤,使得影响力的投资可以在中国深耕发芽,壮大。 为什么呢?实现影响力投资的既要财务回报,又要影响力,其实是来自于技术的更新,来自于国家的政策的这种指引,来自于创业的这种创始人的这种精神, 也来自于更多的这样一个行业的各个方面的这么共同,这么一个推动。 这些方面在中国的今天恰逢其时,从前年的9月份,习主席提出中国的双探目标以后,到去年的发展, 我们看到更多的影响力的方面的蓬勃的发展。 同时,我们看到有更多的政策的支持,有更多的企业家在不断的创造技术驱动的变革,而这种驱动的变革带来了财务和各个方面的影响力。 今天,GD一堂,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金融机构和社会各界对影响力投资更加的关心。 当这些东西结合起来的时候,形成一个更加强大的力量,能够使得影响力投资在中国共同发展。 所以,对于未来的中国的影响力投资的发展,我是充满信心,充满期待。 我也相信中国影响力投资网络,CIN在马行长的高屋建议的指引下,在马老师的这么一个代言下,一定能够帮助中国做好最好的影响力投资的网络, 付出更多的企业,付出更多的LP的资源,付出更多的基金蓬勃发展,一定能够比CIN做得更好,更具中国特色,也更适合我们的发展。 最后,作为创始理事成员,再次对CIN的这种创立,表示衷心的这个祝贺,我们也会在后续进一步的进我们的微薄之力,促进CIN的发展, 共同为中国的影响力投资,千砖加瓦,让我们一起携手,资本向善,向光而行,通过投资,通过金融的手段,带来财富的背报,也带来对中国,对社会,对全球的正面的影响力。 谢谢大家。